这边都好抑郁风情 这里边都没什么衣服了 因为我俩都是起床困难户 所以我们下午到路易古城的时候 已经两点了 一般人都是早上起来 就去路易古城做装造租衣服 所以留给我们的衣服已经不多了 不过好在这边的汉服体验店非常的多 之前不是说有一条街是 以前都是做气修的 然后我全部被迫 最后改成汉服店了 也是被迫 对 顺应潮流 是哪条街就忘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功夫不复懒惰人啊 今后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家和演员的 那边有一条汉服店 那边有一条汉服店 我从哪边走啊 不知道啊 那边吗 只走啊 我看那边不落啊 那边走 是吗 可能也是因为是节假日吧 走到这儿就已经到了景区入口了 我们在入口这儿找了一个跟拍 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150块钱 二三十张底片和八张金修 后边我会放几张照片 这个牛太可爱了 可惜人太多了没坐上 落一股床里里歪歪 真的都能容身来的一排 还好我们找了跟拍 否则我们自己拍到的照片 肯定全部都是人群背景 有一说一 景还是挺好看的 人少的话也挺适合拍照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难人少 因为它也不收门票 对吧 这个东西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 麻辣烫蒜豆皮 特别好吃 就是因为吃了这个蒜豆皮和蒜肚 出了落一股床之后 我又找了一家也挺好吃的 这边的蒜豆皮和蒜豆皮味道都不错 可以啊 啊 יש 好 갑자기 脆 很好笑 东西 你在 spelled 江北 逛这个景区真的有种穿越的感觉 在你身边路过的 随随便便一看就是一个古装美女 而且在这儿 不管你穿什么奇装衣服 好像都不会有人觉得你很奇怪 今天我的汉服体验 可以打满分 但是逛落一谷城 这个景区真的没有体验感 可以送落神库 落神库 是那个逛遥溪如风之鬼雪在这儿 你怎么可以出去这儿呢 出去这儿呢 好吧 今天我满过之后 那边还要忙走的 那边能过吗 那边能过吗 咱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吗 我们在这儿过去 今天现在把周浩姐的啥啊 被打满分了 我们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那个东西 前后边是周浩 对了 他可能不太打满分了 他可能不太大 他可能不太爱 我还需要 他可能不太爱 ít孩子 我不能够 我们的司会 打满分子 这个 他们 这几张照片是跟拍拍的 且修过的 之所以敢放上来 就是主打一个没人认得出来我 这套也是在洛伊古城做的装造 衣服是我自己的 后边两张是我们自己拍的 高下立判啊 不是这个车不好骑 这车 不是 这车 这车超级难骑的你知道吗 不是我俩手没问题啊 但是一个手 你为啥要上去啊 你不冷吗 扔扔扔扔扔扔扔 手的花钱啊 一排 那你把车停那吧 咱们换车 好冷啊 你都不把衣服系上 是啊 你冷你还不把衣服系上 冷死 走啊 干嘛呢 怎么还有人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的呀 莫名其妙 你想上去 咱们到了 好 谢谢 因为我不能让你 打得好 忍不住 啊 快乐 很快乐 还好 到底是什么 没什么 你 快乐 就不用了